如果说航空母舰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的话 那么舰载机更像是这一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航母舰载机不仅承担着对整个航母战斗群的保护的重任 同时也肩负着各种对海对陆的打击任务 对于航母的打击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目前随着坚士武飞沙在辽宁舰上完成了一系列的测试和工作 所以以后也宣告着我们国家在航母舰载机这个项目上 是取得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突破 接下来将是如何进一步形成战斗力的一个问题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一些老牌的军事强国 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也在纷纷地加强自己的新一代的舰载机的装备工作 搭载美制F35B战机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计划在2016年服役 美国的无人战机X7B也顺利地完成了一系列的航母舰载实验 那么这些事体现出在航母舰载战斗机的领域 还有着巨大的发展和提升的空间 此外除了应对潜在的区域冲突 反恐安全形势也对航空母舰载机提出了新的要求 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款舰载战斗机 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又需要有怎样的突破思维 本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探讨 那么随着现代战争的演变 对航母舰载机隐身性能的需求也在增加 四代战机上舰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那么在我身后就是F35闪电2联合攻击战斗机 那么这款飞机是由美国洛西德马丁公司打造的一款准四代战斗机 虽然说它没有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然而在隐身性能和通用性上 却比现有的三代机有了质的飞跃 那么其中F35B与F35C被认为是两个较为理想的航母舰载机的选项 然而近年来F35临近服役却故障频频 不仅是延缓了美军的采购计划 也让人对F35的性能产生了严重的担忧 那么这一款飞机究竟什么时候会伏计 它的实际表现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2014年7月4号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在诸格兰罗赛斯船厂正式下水 这标志着英国的未来航母项目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按照计划 伊丽莎白女王号将于2017年前正式交付英国皇家海军 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战斗力 假设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伊丽莎白女王级将成为世界范围内 首行搭载美制准四代战斗机F35B的中型航母 基于中型航母的体量 以及舰载战斗机选取F35B的现状 伊丽莎白女王号采用了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起降方式 该方案可以节省下昂贵的蒸汽弹射器 及拦阻降落索等设备费用 还能发挥英国在这一方面较为领先的科技优势 美国国防部今年6月24号表示 F35B已经顺利完成了滑跃起飞测试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甲板上的滑跃起飞事业 也正在设飞当中 但是和F35AZ型相比 由于采用滑跃起飞 F35B在载弹量 航程等方面会迅速不少 目前英国也没有任何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 固定性预警机 反船机配合F35出战 然而凭借大型航母的优势 无论是现在的尼米兹级还是未来的福特级 美国都采用了弹射起飞阻拦降落的 舰载机起降方式 该方案能让战机在起飞过程中 保留最大的载油量和载弹量 充分发挥战机的综合性能 因此 美国为航母选取的 第四代战机是F35C 2014年11月 F35C完成了整号飞行测试 着箭尾钩等部件故障 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 该型战机的综合性能 最为接近F35A 因此也被认为是美国航母上的 明日之星 好 那么回到演播室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本台特优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以及军事评论员邵远律师 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请教杜先生 我们刚才短片里面 是谈到了英国的新的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 说伊丽莎白女王 现在是有两种争议 一种说 它是代表了航母发展的一个未来 是一种完全新概念的航母 很多国家都应该去效仿的 包括我们中国 另外一种观点 说你6万吨的吨位 结果设计出来一条 滑越起飞的这种航母 实际上它浪费了这个吨位的 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设计 有这种争议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这个问题的实际就是航空母舰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舰载机 我的感觉目前它这种搭配方式相对合理 6万吨算中型航母接近上线 舰载机也是一个中型舰载机 如果实现这个中型加中型的组合 至少在舰载机的携载数量上 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你同时这种航母的发展思路和概念 它不是一个通用概念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英国人感觉对 恐怕就对 我感觉英国这种搭配方式 可能有两点考虑 第一 不买最贵的 只买最对的 因为作为三种型号的舰载机来看 目前的B型价格适中 C型反而最贵 如果采购这种 只有1.0几亿美元的战斗机 目前符合英国的基本前代的尺寸 英国不是金砖国家 更不是金山国家 现在最多算个铜砖或者铁砖国家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的考虑 就是这个天塌下来 有高个儿顶着 现在美国英国之间的联合关系 最紧密 如果在海上进行各种行动的联合作战 美国的C型机可以冲在最前 它可以执行一些二线任务 这样可以把自己的责任向后推一下 所以没这么多钱 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同时对美国这种军事依赖 也可以相对保持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邵宏宇女士 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 是选择了这个F-35C 我们从直观的 从这个外观上面来看 这个C型 它作为这个弹射起降型 直观的外形就要大一些 那可不可以说 美国自家给自家留的这个F-35 实际上它的战斗力是要比 给盟国的这些要强的 当然就是因为美国的武器 它有这种外销的型号 也有自用的型号 那肯定是任何一家 它自己用的肯定要更好一点 就是比如说性能 会把最好的性能留给自己 关于F-35C和B 可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 哪个更好的问题 实际上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那美国用F-35C 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大型航母 所以它一定是选择这个弹射起飞 然后那个阻拦锁的这种降落方式 所以它肯定要用这个F-35C 但是这个B型 其实美国它也要装备 但是装备在那种两栖攻击舰上面 那两栖攻击舰它主要是对地作战 什么两栖登陆支援 就这样的一种任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用途的不一样 那么英国虽然是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航母 但是它选择舰载机 实际上是选择了美国的这种 两栖攻击舰所搭载的舰载机的模式 和美国这个大型航母 它走的不是一个套路 像您刚才说的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的这个F-35C型 从战斗机的这个几大作战指标 航程 载弹量 对空对陆 对海 可不可以说C型要 其实代表的是真正的这个F-35 这个飞机的真正的一个作战实力 应该说F-35实际上最重要的 它是一个是空军型 对吧 这个不用说了 再一个就是海军的舰载机型 这两个应该是它的主流的机型 那么F-35B本来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太主流的 这个部分的这个它的量 肯定也是比较小的 主要是装在两栖攻击舰上面 所以它应该说它不是一个舰载机的一个主流 从一个真正的航母的标配 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是F-35C 多先生 那么我们说这个 其实现在虽然F-35在最后 接近服役这个过程当中出了很多问题 但是毕竟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随着时间的发展 那F-35作为一款四代机上舰以后 和现有的这些 不管是美国的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航母上面的舰载机来说 它会不会给航母的 整个的战斗力带来一个质的提升 对于航空作战能力 的确有质的提升 因为从航空作战平台的技术划分来看 它属于高出一代 高出一代这是美国追求的重点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技术优势上 向自己靠近 或者是跟美国的差距变得很小 美国人可能就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天天不舒服 由它自身的设计来看 它具备这些舰载机所不具备的隐身功能 如果在空中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那么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先敌毁伤 这个三仙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这个三仙 在整个空战中 要想获得空战中的优势 甚至是胜利 这个难度的确很大 目前它把隐身做到了极致 那么如果在海上进行这种舰载机 对舰载机 或者是舰载机进入内陆进行攻击行动 你传统的预警探测系统 和目前的舰载机雷达 你没有办法发现它 这样要取得空中的胜利 就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再加上美国人在这种装备上 进行了各种弹药的更新 很配套 如果它对空对地对海 各种弹药一应俱全 这样今后在作战行动中 它的综合作战性能 有可能会高出一代 现在问题的确很多 你现在它自己做的模拟 F-16在近距格斗中 击败了F-35 现在让美国国防部和洛马公司 脸上感觉到很没光彩 一脸沉土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条件下的实验 未来在真实的作战行动中 有可能这种近距格斗不会发生 因为我能够隐身 我能够远程攻击 我为什么要进入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近距格斗 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群击手和长跑运动员 去比赛拳击 那么这个长跑运动员多年来练成的这种耐力 有可能在瞬间就完全被瓦解 所以它标准不一样 我感觉越是泥泞的道路 越能留下清晰的脚印 邵老师 那么刚才杜老师也是说到了 这个F-35实际上它是作为一种 就像长跑选手和拳击选手一样 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一种 这个作战模式的改变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 次带机带来的这个改变 我觉得F-35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隐身能力 那么这个隐身能力 实际上就是我可以把战场空间 拉得更大 那么另外这个F-35 当然它除了这种制空的能力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能力 就是它对地攻击 那么对地攻击 当然你有隐身能力的话 你在进行攻击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保障的机种 这样的话它的效率会更高 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 就是说不管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就是说不管这个 比如说像F-35这样的飞机 它有多么的有争议 我们国家自己的航母 还是应该做这种 四代的转型 或者说是做这种 隐身化的这种过渡 因为应该做这种尝试 这是大势所趋 我们现在看到的 歼15不隐身 但是它的里程碑 使得意义 是让中国的舰载机 这个内海发生了变化 我们舰载机 把固定翼作战飞机 当成那个核心元素 这是第一块砖头 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航母 我们的空间作战能力 这是里程碑式的世界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够把 歼15当成我们的第一代飞机 今后在第一代飞机的 属于上肯定会有第二代 第三代 从目前武器装备的研制来看 它也是实用一代 研制一代 探索一代 不可能手里面 只有一架歼15 所以我想今后适应 世界强国海上作战平台的发展 隐身能力 一定是我们追求的重点 现在我们正在做准备 比如歼31 平台大小适中 而且综合作战能力 也符合在海上作战的需求 跟美国的F-35 无论在外部尺寸和作战功能上 都有接近的几分含义 四代机无人机尚未登场 目前航母甲板上的主力 仍是三代机 每支FA-18系列舰载机 有何特点 对于我国舰载机发展 能带来那些歧视 有人评价 包括美国人对F-18CD 包括EF 有一个基本的评价 共同的声音就是平庸 后来讲平庸 就是这架飞机最大的特点 因为什么都能干 而且在一些低强度的情况下 什么都干得不错 歼15目前还只是一根独秒 目前它的改进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方面的调整 是一个进行状态 我想它今后不能只是一个型号 肯定会向一个型谱去转型 最后用一个家族的方式 或者一个多用途的 这么一个角色来概括它 应该是一个恰当的概念 随着导弹技术日新月异 美国一小时打击全球概念的兴起 航母和舰载战机 是否正在失去海空霸主的地位 又将给中国航母发展 带来怎样的思考 航母其实我觉得它和导弹之间 当然都具备攻击能力 但是航母就导弹所不具备的一种能力 就是控制 它的这种持续的控制能力 导弹你飞过去了 把那个目标消灭了 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占领那个目标 或者是控制你和这个目标之间的 这个区域呢 那你做不到 如果某一箱技术发生突变 围绕这个技术去设计战术 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常态 所以我们还是眼光要多向前看 这样能够让自己的路更加平坦 云南卫视新事业军情 未来的海空之音正在播出 F-35在服役之前 突然是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导致这架飞机一时半会儿 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现役 因此眼前三代和三代机的改型 仍然是各国航母上面的主力 其中F-18大黄蜂就是美国海军 最重要的舰载机种 F-18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狠角色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F-18的飞机外挂 总共有9到10个外挂架 能够携带超过11吨的弹药 包括空对空导弹 反舰导弹 空对地导弹 以及高速反辐射导弹等等 可以分别瞄准目标 或者是对同一目标上的几个不同的点进行打击 攻击的精确度会更高 此外F-18在为舰队提供防空的同时 只要换装部分武器 就可以成为攻击机 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这也是当初F-18命名的真正的含义 F即Fighter战斗机 A是Attapter攻击机 F-18装有两台F-414发动机 每一台都具有超过9000公斤的推力 这一数据相当的惊人 而为了适应航母上复杂的飞行任务 F-18引入了先进的数码化概念 与玻璃座舱 同时采用电船操控 进一步提升飞机的控制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 值得注意的是 双座的EA-18G成为了第一架在演习中击落F-22的战斗机 除了成为电子战飞机的小型化和战术化的成功先例之外 EA-18G也提供了战斗机发展的新思路 那就是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可以达到与隐身相似的 阻拦对方有效探测和锁定的作用 而电子侦察设备则可以提高对隐身目标的捕捉能力 美国FA-18舰载机的不断革新与进化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代战机系列化发展的模板之一 对于航母力量正在茁壮成长的中国来说 是否具备参考价值呢 2012年11月 中国首批舰载战斗机试飞员 驾驶歼15战斗机在航母上成功实现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 2013年5月10号 中国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正式组件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和飞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X47B的服役有可能为海空一体战带来新的形态 当我们说到这个舰载机的时候 肯定要谈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美国的舰载机和美国的航母 那美国的舰载机现在的一个主力 是这个F-18这个超级大黄蜂 应该来说F-18这个整个机型 从它的A1型 CD型到现在的EF型 像我们短片里面说到的一样 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三代半 接近四代的一个水平了 不得不还是会拿来跟现在我们歼15 来做一个对比 怎么看这种对比 有人评价包括美国人对F-18 CD 包括EF有一个基本的评价 说这架飞机有什么特点 共同的声音就是平庸 后来讲平庸就是这架飞机最大的特点 因为什么都能干 而且在一些低强度的情况下 什么都干得不错 所以这个方面让F-18 在美国海军舰载航空兵 这里面的位置非常稳定 歼15目前还只是一根独秒 目前它的改进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方面的调整 是一个进行状态 我想它今后不能只是一个型号 肯定会向一个型谱去转型 今后用一个家族的方式 或者一个多用途的这么一个角色 来概括它 应该是一个恰当的概念 我想今后你肯定会有双重任务型 除了现在制空型 那么改进之后 对路攻击能力要发挥 要调整飞行员的数量 要调整自己配套武器的这种型谱 另外电子战型 恐怕也迫在眉睫 那么可以凭借它强大的 这种舰载机作战功能 以及电子干扰能力 对对方进行压制 这也是提高软作战能力的 一个重要指标 那么现在 你像伙伴加油型号已经出现 所以今后我们感觉 歼15应该是个大家族 不是一架飞机的战船 有可能是一个排在甲板上 会有不同使用特色 不同使用功能和不同外挂的 这么一个型谱 所以我们期待着 歼15人定心 赵老师 那么我们说到美国的航母 我们总结它这个舰载机的 一个发展的历程 应该来说是 它从很多种型号 在一艘航母上 慢慢地在精简 最后现在只剩下一两种型号的 这种飞机了 这是不是一种方向 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航母上 舰载机 就像刚才杜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一机多又一机多行 这是不是我们的一种发展方向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发展趋势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飞机是通用的话 它实际上就带来很多的方便 比如说大家伴随飞行的时候 可能互相能够跟得上 能够照应得上 然后特别重要的是 你整个的这种保障 维修 这种补给各方面 它都是一样的 那你这个总类越繁多 实际上你的保障程度 就这个难度就越高 所以我觉得整个美军 它的装备实际上都有一种趋势 就是它特别强调通用化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主战装备 感觉到它那个型号就很少 而且美军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非常的注重 整个武器在全寿命期间 它的成本 不是说最开始的成本 而是我使用这个武器 它的成本 那你两种舰载机 你可能就得两套班子 对吧 那一种舰载机就一套班子 这样就保证下来了 所以全寿命成本 肯定要降下来 那特别重要的 现在就连这个电子战飞机 也是由F-18改装过来的 那这样的话 它其实这个通用性会更高 那么我们将来 就是在航母舰载机方面 也要尽可能地通用 不要五花八门 貌似很热闹 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不便的结果 多老师 尽管如此 虽然说这个通用性是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主流吧 现在发展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 美国的航母 现在也在进行一种 机型上面的分化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个F-35晚上就要上舰了 接下来和超级大王蜂 会形成一个搭配 甚至于现在 像比如说X-17B 这样的飞机也要上来了 那这种多机型 它的这种 甚至于有人和无人的搭配 给美国的航母带来的一个提升是什么 这种有人和无人的搭配 它应该是一种探索 因为至少它在整个海军作战历史上 实现了双引申布局 你看之前飞机型谱很多 型号很多 甲板上你看美国也乱得不得了 但是它是承担不同任务 都没有实现引申 而且对于综合作战能力 特别是远程打击能力 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保障的机型太多 如果让X-17B跟F-35C 进行这种搭配作业 或者是联合作战 那么至少在一些以前 有人机没有办法触及的目标 它可以去 像我们以前讲的一些苦活 脏活 累活 它都可以一马当先 它没有对失败 或者是对死亡这种恐惧 另外它的这种隐身能力 不限制它的机动飞行过载 你像以前这种隐身飞机 它要控制过载 如果过载太大的飞行员 可能红室或者是黑室 可能晕了 找不到 就是人的生理决限 决定机械的生理极限 或者机械的飞行极限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判断 现在的无人机打破了所有的限制 只要发动机能够正常工作 只要你的飞控火控软件 能够正常工作 它就可以飞行 所以如果深入到对方的纵身 单机飞行 如果对一个飞行员来讲 心理的负担太重了 到底有多少导弹在瞄准着自己 到底有多少身不可测的 这些步兵地区 有可能让自己和飞机 同时化为回净 但是无人机执行这种载任务 就没有这些顾虑 所以我想这种搭配 应该是正在探索 而且很有前景的一种搭配方式 你至少今后 在智能化控制方面的巨大进步 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另外随着气动外形和隐身的设计 大家对这种低空飞行的 这种航空器 有可能发现的概率会越来越低 如果有它一脚把门踹到 后边隐身能力 或者是没有绝对隐身能力的 F35跟进 这样它所形成的综合作战效果 会比多款不隐身的有人飞机 它的效果要强得多 少女士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XCP这种飞机 那么多老师说 它可能无人机是一种 可以执行更多危险任务的这种飞机 可能我们能把它说成是一种 可以牺牲的飞机 但是我们从这个 您刚才说到这个成本 我们从这个价格来看 这XCP相当贵 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军事经济 和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考虑 无人机真的值得 我们去这种大力的发展吗 成本一方面是 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一个成本 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种成本 它是用钱不能衡量的 比如说人的生命 那生命值多少钱呢 这个你不能给它订个价 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飞行员 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你像二战的时候 那个飞行员那种大量的伤亡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你对整个的后续行动 对于士气都是影响非常非常大 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对士气的影响 所以这个成本 我觉得它无法用经济衡量 那太大的伤亡 影响军队的士气 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 这种政治的稳定 对战争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无人机能够大幅度地 降低人员的伤亡 从直接的经济成本来说 可能是代价大一点 但是从它的政治成本 那可能会大大的缩小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 就是无人机 它确实它有它的一些 有人飞机 不能替代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它可以飞得更远 作战半径可以更大一些 比如说让整个的航母 可以离敌人更远 远离敌人的火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人机无人机 可能确实未来航母 它是一个搭配 当然也不能说无人机就取代有人机 有人机肯定应该还是一个主体 但是无人机也是一个 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也一直在关注 国内的装备的一些新闻 应该来说 虽然说我们还处在一个预言 研发的一个阶段 但基本上美国有的 我们都有 比如说跟F35差不多的 我们歼三腰 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无人机 美国的这种搭配模式 是不是我们应该去 能不能说可以作为我们一个 可以来参考的模板 参考的意义的确很重要 但是不能把它当成唯一选择 或者唯一方向 因为美国人搞自己的 个型武器装备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航空母舰 无人机 甚至 武器装备 它是结合自己的军事战略 比如我需要全球扩张 我需要全球控制 需要全球打击 我必须造出这样的武器装备 那么中国的海军战略 从现在看 我们讲的是近海防御 是远海护卫 我们提出这个战略 那么这个战略 恐怕对于美国这种 打得很远 打得很强 打得很高 这种装备 恐怕它的依据并不足 所以我们是提高近海防御能力 然后让中国海军争取 从黄色向蓝色转型过程中 能够提速 能够加速 所以这一点 我们感觉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借鉴 如果让我们的近海防御 这道墙更高 这些装备也很有用 就是一种装备 虽然模样差不多 性能大不多 但是怎么用 这里边学问很大 如果一味地去按照 其他国家的发展思路 去发展 那么会产生新一轮的落后 所以我们想这些装备 技术上可以去探索 但使用方法上 一定会有中国特色 那么随着无人机的出现 以及导弹技术的再一次的革新 很多人现在又说了 航母可能未来即将被淘汰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人说航母无用论 那么不管未来航母 将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作为正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 我们未来的航母和航母舰载机 会是什么样的呢 据国外媒体报道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日披露了 被称说林介英的SR-72 战略引申注入的飞机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预计将在2018年 展示这款超级引申平台 按照洛克希德马丁的设计概念 SR-72将涵盖完整的侦察系统 并可携带可以在超高至临界空间 使用的新型武器 及情报收集 侦察 监控 打击等 多多功能能力之一 此外 SR-72还具备双六线程 以及六倍音速 六万米飞行高度 可以实现美国军方 一小时打击全球任何一个目标的 任意标准 按照美军的计划 SR-72在高超音速飞行时 依然可以保持较好的 隐身气动性能 而目前战斗机的普遍最大 2.5倍音速左右 这样的速度绝对无法比较SR-72 同时 六倍音速也大大快于现有的 绝大多数导弹 比如ARM-120导弹 飞行速度在四倍音速左右 爱国者二型地对空导弹的速度 在五倍音速左右 这些导弹在通常情况之下 是无法命中SR-72的 对此有观察认为 忽略目前发动机 材料 机身气动布局等领域的技术平常 SR-72的概念一旦给予实现 将极大的缩小远程精确打击的时间 空间 其使用成本也可能大大低于 航母战斗群的维持费用 并且具备和战略弹导弹相似的 飞射能力 此外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军事强国 都在着力打造自己的导弹力量 各型巡航 反舰导弹 以及战略战术弹导弹的射程 出防和回伤能力 在不断提升 这些导弹能承担越来越多的 中远程精确打击任务 随之而来的是航母战斗群的作用 有被弱化的趋势 好 那么开完短片 我们回到演播室 继续来探讨今天的话题 首先请教邵云女士 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关于航母无用论 其实由来已久了 时间也挺长的了 但是现在我们又提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导弹技术 它又得到了新的一轮的提升和发展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说 这个洲际导弹比这个舰载机更快 而且这个比如说巡航导弹 它比这个舰载机更准 所以说其实现在 而且导弹的成本也降低了 不一定就是说以前那么昂贵了 所以说现在有人说了 把导弹搞好了 其实不一定要航母 怎么看这种观点 人们总会觉得一个新的装备 会颠覆以往的这种作战模式 会让以往的装备 失去它的存在空间 那么航母呢 其实我觉得它和导弹之间 当然都具备攻击能力 但是航母就有导弹 所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控制 它的这种持续的控制能力 导弹你飞过去了 把那个目标消灭了 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占领那个目标 或者是控制你和这个目标之间的 这个区域呢 那你做不到 那么另外呢 航母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和平时期它的作用 那我们说你用导弹肯定是打仗了嘛 对吧 但是和平时期呢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处理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危机事态 需要进行威慑 航母可以 这个地方呢 有什么紧急事态了 我把航母过去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转两圈 这么一个庞大的阵容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战争的情况是比较极端的 是比较少见的 更多的是一个和平时期的一个威慑 对于国家利益的维护 对于秩序的一种维护 而这样的一种使命 更适合于航母航母编队来承担 杜先生 那么刚才少女士也讲到这个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它发生这种高烈度的海空战的 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因此呢 也有很多人就认为了 其实像美国这种超级航母 或者说搭载这个常规起降型飞机 这种重型舰载机的航母 事实上未来在作用上 其实反而不如像比如说 英国的这种伊丽莎白女王级 它因为它更多的 它更便宜嘛 执行更多的这种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这种任务 因此呢 有人说了这种 未来我们不需要这种 就是有很强战斗力 海空能力特别强的航母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目前看呢 这种大型重甲板 高排水量的航空母舰 依然是美国的选择 因为美国它算了一笔账 它认为大型航空母舰 重型航空母舰 舰载机的实施概率是最低的 核心部件以及重要设施 所发生的致命性故障概率 也是最低 另外如果从使用和维护成本上呢 它可以排在最后面 你现在核动力 几十年不用更换燃料 而且凭借目前的燃料 可以绕地球几十圈 那么其他的航空母舰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 它烧的油 恐怕跟航母自身的价值 有可能会接近 所以大型航空母舰 它认为在造的时候 在建造过程中 的确是个烧钱工程 但一旦投入使用 它在很多方面 就表现出了很好的经济性 这一点是美国在综合作战效率上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从基本战略考虑来看 重型航空母舰 大甲版航母 符合美国目前的战略 就是这种重型航空母舰 它是美国强大的标志 是美国海军强大的信号 如果这个大家伙突然消失在 美国的编队中 有可能美国天下第一这个角色 或者印象就荡然无存 你说美国用过小航母 或者用过伊丽莎白 这种奇形怪弱的航空母舰 去让自己的战略遍及全球 谁信 没人信 所以美国在自己 这种强大的佛号上 一定要一个标配 自己既然是土豪 那对不起 一定是豪火车 我想身份 能力 以及设想 这往往是美国选择 大型航空母舰的 一个重要的理由 至于其他国家 我想有自己的战略考虑 每一个国家考虑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又需要一型 什么样的航母 那可能我们现在是一个 正在走向世界强国的 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航母 从目前来说 我倒不觉得是我们一个 什么大国地位的一个象征 其实我认为是我们真的 实实在在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需要 因为毕竟我们在周围 在海洋这一块 我们还有很多的安全热点问题 而这些地方 有的它离我们大陆还比较远 如果说你只使用 这个暗机的飞机 那可能确实是作战半径 是不够的 而且对于一些危机事态的 这种处理 这种威慑能力也不够 好 那么今天两位说了很多 关于航母和舰载机的话题 应该来说航母和航母舰载机的 这种组合和搭配 未来不会过时 而且会 而且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五六万吨 这个吨位上 它可发掘的空间还很大 作为一个畅想 我们未来的航母舰载机 它的一个组合 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符合我们国家 实际外交和军事需求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 邵老师 首先我们的这种航母 它有涉及到一个规模的问题 那可能大家认为 至少你得有三艘航母 也就是说 你要形成三个航母编队 是吧 这样的话才能在两个方向 能够相对有效地发挥作用 但是从动力方面的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是常规动力 但是我想航母的核动力 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 那么还有就是 我觉得关于舰载机这一块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只有一个歼15 因为我们毕竟是刚刚起步 所以歼15虽然说 它没有隐身能力 但是这个起点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搞过 航母的国家来说 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 那当然说我们将来 肯定是应该是 往隐身的方向去过渡 那么当然还有现在 我们也在发展那种 无人的这个攻击机 带有隐身能力 这个未来是不是 也可以上航母呢 所以我想这个将来的 航母舰载机的这种档次 肯定要远远地超过现在 董先生 那么刚才就像 邵老师刚才说到 这个歼15这个起点 真的不低了 非常高 因此有人说 这个歼15其实 进一步发掘 它这个机型的潜力的话 它的作战能力足够 未来再搭配 比如说像这个无人机 这样的飞机的话 可能已经足够了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再去发展 新的一型的这个舰载机 您的观点是什么 歼15的起点的确很高 因为它用一代的这种时间差距 走过了国外三代到四代 舰载机的路程 它的综合作战能力 跟目前现役的 你像法国的英国的 很多飞隐身的这种舰载机相比 它基本上属于中高端 从这个点上 的确它够满足目前这种 基本作战需要 如果今后像一机多型 一机多用 包括无人机 包括预警机 这些配套机型 如果能够快速发展 体积化布局 它的确能够在海上 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 但是歼15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 既然现在科技在发展 世界在变化 那么我们没有理由 把自己的目光凝固在歼15上 所以我们还要向后看 因为很多装备 技术的发展 它是一种强迫的促进 我们讲以后这种作战行动 有可能会从目前的作战迁移 变成技术迁移 如果某一项技术发生突变 围绕这个技术去设计战术 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常态 所以我们还是眼光要多向前看 这样能够让自己的路更加平坦 因为如果今天不生活在明天 明天一定会生活在过去 我们也希望马上迎来一个 更加光彩的未来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